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我是Steven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继续学习项目管理方面的后续的一些东西 好,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一个大纲 同样呢,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上节课所讲的一些内容 在上节课里边,我给大家讲了一下在项目的结项阶段,项目的一些个讲程制度 给大家讲了一下项目奖励的重要性 给大家讲了一下项目奖励的,项目奖励是建立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基础上 由研发平台部通过精神鼓励,评优认同物质奖励等等等等一些等方式 给与项目组成员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激励满足 以提高呢,项目人员的工作兴趣和工作热情 接着又给大家讲了一下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个项目的评分标准 那这个评分标准呢,只是供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第四个就是给大家讲了一下,主要包含设立的哪些奖项 第一个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优秀项目团队奖 他的目的时间范围方法,金额以及分配的方法 他第二个就是这个创新的项目奖 也是给大家讲了一下他的目的时间范围方法 以及方式,以及最终的金额和分配方法 第三个就是项目团队进步奖,主要就是这三个奖项 第五个就是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奖金的兑现 奖金的最终的一个变现的一个流程 最后给大家布置了一下这个客户作业 主要就是说让大家根据我这节课所讲的内容 然后拟定出一份适合自己公司或者部门业务的这么一个奖程制度 参考我给的这个文档 那么我相信同学们在课后都已经完成了这个小的客户作业 好,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十九奖 项目结项阶段的项目的结项流程规范 同样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本节课程的一个目的 本节课的目的呢是主要介绍研发在项目结项阶段的管理制度和规范 目的在于呢提高部门项目质量和管理水平 最终促进项目管理的科学化 规范化以及标准标准的流程化 这个是我们给大家主要介绍的一个目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项目收尾的后续工作 都包含哪些 因为这个是最有项目管理的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项目的接下阶段的阶段呢 所以我们这个算是项目的一个收尾的一个工作 所以在这个后续工作里边啊 我给大家总结了以下这么几点 然后我们主要要做的一些东西 那第一个呢就是整理项目文件呢 然后并且进行保存 我来看项目的资料的整理归档工作 贯穿项目管理的整个流程 目的是将项目各阶段的主要资料 文件进行检查 分类 把缺少的文件补充完整 这个把字错了 然后采取合适的方式保存起来 以为被将来使用 这个呢就是我们整理要整理每个阶段啊 我们所整理的一些材料 我们给他归纳成文档 然后呢将来如果有相似的项目 呃要去做 我们可以参考之前有的一些的经验 一些个文档来去做这些事情 第二个就是项目团队内部的一个总结啊 从项目的实施的各个方面进行回顾 总结经验教训 不仅对项目成员来说 是一次资深学习和提高的机会 同时 啊不好意思 这个式子也错了 也有利于帮助公司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啊 所以呢我们就说 在每做一次项目的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出现啊 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总结 及时的记录 及时的不断反思自己身上 出现的问题 到底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或者说是别人的原因造成的 啊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从各个方面进行回顾啊 总结经验教训 把每次做项目都当成对是对我们的这个自身的一个提高 一个进步 同时呢也有利于帮助公司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啊 这个是主要的两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项目总结主要包括以下的几个方面啊 第一个就是对项目资料数据的一个总结 形成对新项目继续领估算的依据 包括项目进度 关键任务的历史人力资源情况等 这里边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总结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整体进度 我们中间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其他的因素 这些因素是可控的还是说是呃 人为的或者说是外界因素造成的 还有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关键任务的历史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关键节点的时候我们啊怎样去做 怎样去做怎样去保证我们这个项目能到这个关键节点的时候能够顺利的完成啊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总结的啊最后一个呢就是人力资源的使用情况啊就是是这个人力资源我们怎样去使用 比如说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人员的离职人员的调动等等等等啊 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在然后后续的这个项目的管理过程中或者在后续的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在进行一个一个啊 吸取经验的一个教训啊从而避免这种类似的事情的发生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总结的第二个就是总结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就是查看项目问题记录单 因为我们在每一个是就是这个不管是他的计划阶段还是这个初始阶段还是他这个实施阶段啊我们都会将项目出现的问题记录在他啊 如果当初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就不会出现现在的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总结反思的一个一个东西 好那这个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项目的收尾的后续工作主要包括哪些工作以及他的意义啊 他的重要性 好我们来再来看第三个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开这个项目总结大会啊 这个项目总结大会可能可以说是我们公司内部的啊 我们成员组组组织起来通过对这次项目完成的一个进展情况通过对客户那边的一个反应情况啊 我们来进行总结啊 不光是总结我们团队内部出现的问题也是我们个人反思个人提高自己的一个绝佳的一个好机会 好 这个就是说嗯 这节我们就是说讲的这个在项目的结项阶段项目的结项流程规范都是包含哪些东西啊 给大家讲了一下项目的收尾的后续工作 然后给大家就讲了这么一点 然后第三个就是项目的总结大会 然后来看一下本节课的不知的一个客户作业 同样还是复习一下本节课程我们所讲的一些个内容 并且呢你另出一份适合自己公司或者部门业务的项目结项流程规范 同样还是看一下我给大家的这么一个文档 然后来看一下 第一页就是项目结项流程规范 然后啊它的变更记录啊 在这里边有它的版本号 时间更新内容更新原因以及参与者 你像这里边我给大家有了一个例子 V0.1版 我们它的V1.0版 这就代表两个不同的版本号 如果还有后续的版本号的话 还可以继续在下面进行更新啊 它的时间你是在哪个时间点去更新它的 更新内容是啥是创建修改还是查询 我们更新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某哪些原因去更新它了 或者说是修改它了 啊 都是谁参与到这个修改和更新中啊 这些东西我们都是要记录在案的 方便呢 我们后续的这么一个参考一个评审 然后下面呢 又给大家写了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目录目录的一个范围 包括简介目的范围 第二个就是项目结项事务流程规范 这个就是刚刚给大家讲的 整理项目文件并保存 项目团队内部总结啊 客户满意度调查 项目结项评估 项目总结大会以及项目总结 项目的结项 好那这个目录的这个作用就在于啊 大家就是看一眼就能知道哪个人是哪个很有规范 一目了然 好那个在接下来给大家又讲了一下简介 目的和它的范围 第二个又给大家讲了一下项目结项事务流程的规范 包括整理项目文件并保存 第二个就是项目团队内部总结啊 这个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讲的一些内容 对于项目 第一个就是对项目资料数据的总结 第二个就是总结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总结项目流程是否对项目实施起作用 第四个就是总结关键的成功因素 三个就是客户满意度调查 这个就是审查项目的实施过程 与结果是否满足需求方的需要 可以填写一下这个项目 这个就是可填可不填的 这个主要还是说跟客户的需求方的一个沟通 一个了解 第四个就是项目结项的评估 在这里边给大家说了一下 在项目组的管理支持下 审查项目关键指标是否达到预定的目标 一个就是对项目完成情况的评估 对项目经理和项目团队成员的绩效评估 第五个就是开一个总结大会 第六个就是最终的这么一个项目的结项 在项目管理组的支持下 经部门领导审批项目结项 并发布项目结项通知书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终啊 拟定出来的一份 道克文章 这个是我们公司内部自己去的定的一些规范流程 啊 我希望就是同学们通过对我这份文档的参考 然后写出一份关于自己公司的这么一份 就是项目的最终的最后的一个阶段 项目结项阶段 项目的结项流程的一些个规范 啊 好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同学们预计一下 我们下一节课 然后我们要讲的内容 应该是关于isvn的一些内容 啊 好 那这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啊 给主要给大家讲了这么一二三三点 好 那感谢同学们的收听和收看 咱们下节课再见